花蓮好山好水 不管是賞金還是太魯閣 總是讓人流連忘返 一年遊客超過千萬人次 其中陸客就佔了兩成 面對520政黨輪替後 大陸可能限縮陸客來台 花蓮縣政府早就做好 因應之道 不是只有首都台北市 才能夠有 國際的視野跟發展 所以我想我們現在 很清楚的一直在推動 台灣的東大門 有國際空港 有國際海港 有充沛的各方面的觀光旅遊 最高端的有機資源 還有未來全世界最需要的 養生養老 除了積極打造台灣東大門 推動日韓港澳的講助旅遊 和爭取國際兩岸的包機直行 花蓮縣長傅昆奇 也向即將上台的新政府喊話 蘇花蓮能如期完工 公路運輸是絕對花蓮對外 絕對不能少的安全 365天24小時必須保持暢通的道路 必須要興建 蘇花蓮的通車是否能夠如期如此 也真的考驗得蔡英文是否 對花蓮人具有誠意 讓花蓮走出去 讓更多人走進花蓮 傅昆奇迫切希望未來民進黨執政 能真正端出有助提升兩岸關係 且促進經濟發展的政策牛肉 記者綜合報導